那么说完天空 再来说说海洋上的事 还有网友对这个也非常感兴趣 寒冬来了问 我看俄罗斯媒体报道 中国的南海 东海 北海 三大战役舰队 拥有700多艘舰船和潜艇 并且称中国海军 已经完成控制 第一岛链的阶段目标 2050年 那么这还有很多年后 就能建立在任何地点 执行任务的远洋海军 是这样吗 这是俄罗斯媒体的报道 是不是有水分不知道 哪位嘉宾愿意回应 殷老师 您怎么看 俄罗斯媒体的报道 俄罗斯媒体经常有时候 捧杀我们 所以最近他说 比如我们70多艘舰艇 70多艘舰艇确实是 大概数量差不多 但是我们的人均吨位 守军吨位 跟美国 跟俄罗斯 跟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比起来 还是要稍微低一点 这就说明我们还仍然是 中小型舰艇更多一些 那么俄媒说 我们有700多艘船和潜艇 是的 700多艘 他是航不郎堂全算起来 包括我们的游船 后勤部给舰都算上 所以这些 我们小型舰艇多 小型舰艇多 虽然多总吨位 但是并不多 总吨位跟美国有很大的差距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完全控制一岛链 这个控制 我不知道他想说什么概念 应该说俄罗斯这个评论 稍微过了一点 因为和平时期 我们当然能够出岛链 和平时期都是国际海 国际海峡 国际通道 我们都可以使用 但战时你能不能出去 那是另一个考验 现在战争还没有来临 还没有实战 要实战检验以后再说 当然现在我们强行突破岛链 我们两种方案 隐蔽突破和强行突破 我们强行突破岛链 能力现在更强了 你要封锁我 比如日本所谓说在公骨 封锁我 我先把你封锁的手段打掉 然后我强行从公骨出去 这个能力 我们现在应该说 基本上具备了 但是你要考虑到 我们在出岛链的时候 面对的 还有美国航母编队 等等美国的盟国 这个仗 它就不是光是 出岛链的问题了 这个仗就会大一些 突破和控制 实际上两个概念 他说概念 还不用比一样 还有2050年 建立任何地点 执行任务的远洋海军 这个您怎么看 这个是我有信心的 作为一个海军军官 我认为2050年 中国一定会拥有一个 强大的 可以在全球任何地点 执行任务的远洋海军 毫无疑问 我认为2050年 毫无疑问